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儿咱们三个人就代表天天饮食的春节特别节目 给大家拜年了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吉日菜是牛肉 香喷喷 香当当的一道名菜 我有一外号 这叫牛魔王 真的很贴气 像不像 你的鼻子 像不像 对 但是不是说我像 因为我做牛肉最拿起来 这个牛肉在刚才我们提到的猪 羊 牛这三个肉当中 它的蛋白质含量是最高的 脂肪含量是最低的 所以今天你们选的食材非常好 但是牛肉大家知道它那个纹理比较粗 做不好就觉得要运动 所以不知道今天王师傅给我们带来什么方法能解决这个问题 什么是做牛肉最健康的方法呢 首先得从牛肉的搭配说起 什么搭配牛肉最营养 这是王师傅今天收徒的第一道考题 你先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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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样的吗 你先选 自己先拿完以后让我先选 不是我拿它就主要是当成那个锻炼的来的 牛有什么特点知道吗 牛有什么特点 勤劳 善良 勤勤恳恳 用这个勤菜跟牛肉搭配 绝克 刚才那个营养师也说了 牛肉的腺纹比较粗 对不对 而我们这芹菜的腺纹更粗 咱们家人家专家 其实两个都可以 但今天咱们一定要出一个更好 嗯 那就是小千手里拿这个洋葱最好 牛肉最健康的吃法搭配的辅料也很有讲究啊 除了选择洋葱之外 我们还需要选择鸡蛋和芥兰 下一道题呢 是咱们动手的题了 咱们不能光说不练 对对 那个如何呢 让大家把牛肉吃的更滑嫩 更好消化 更营养 更滑是吧 这就是刚才长同解皮的那个问题 牛肉现在怎么开始加工吧 好 这个切牛肉 因为牛肉的纤维太粗啊 咱们得横切牛肉竖切鸡 嗯 切好了啊 小千老师呢这个肉切得非常正确 牛肉啊应该横着切 切成片 要不然硬币稍微厚一点就可以了 那个伍中龙老师这个肉呢 切得完全错误了 好 是顺势切的 哦 这第一下就说了 不说话吗 不对 没告诉你那是头发 那咱们现在就开始 腌制吧 腌制是做牛肉的关键 牛肉的口感和营养是否流失 都与腌制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先看看两位学生是怎么腌制牛肉的吧 搁点这个料酒 哎 然后再搁点盐 就很不错的啦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牛肉呢 你先得入味啊 对不对 而这个料酒呢 可以除掉牛肉 有一定的腥味 而且呢 也达到那种腌制的效果 嗯 我呢 主要就是在进行注水的工作 是为了让它嫩 是为了让它嫩 就是让它吃 吃上去是多汁的 一多汁它就嫩了 是吗 这个呢 武中童老师的这个呢 是错误的 啊 因为什么呢 你喝料酒和盐是定的 怎么又错误了 但是呢 你听我来说啊 但是呢这个牛肉要吃起来啊 更加的滑嫩的话 必须要往里面打水 要打水 对 打水要打进去 打进去呢 什么感觉呢 就是一般咱们一斤牛肉 打进去两个三两个水 就可以了 钻在手里呢 非常的湿润 但是又不往里出水 这就是非常好 今天王师傅教给大家一个 更健康的腌制牛肉的方法 用芹菜 胡萝卜 香菜 炸的汁来打水 这样不仅使牛肉滑嫩 而且更健康 更有营养 少许的盐和料酒 再放少许的小苏打 使牛肉能更好的吸收蔬菜汁 这样牛肉就腌制好了 王师傅 两道题 就是是吧 你得说话了 应该是小千老师 我是可以解雷 解雷 你也解雷 你待会可能还要上来再 是吧 那安排一个作息 不能 那也还有一个凳子 这幸好男人的另外一个含义 就是要把这个做饭的功劳 记在女人身上 拜拜 多好啊 哎呦我眼泪太划了 咱们先把那个 咱们的配料 芥兰切一下 好了 但是这个直接超不行 我这我以前做过厨艺节目 这里面得加东西 对 加油让它发亮发绿 对 还要加一点盐 吃起来更加脆嫩 对对对 那我下锅了啊 好啊 这个其实焯水就 时间很短就行吧 对 大约5秒钟就可以了 5秒钟够了 可以了 其实刚才加盐也是给它入了一下味 对 这样吃起来呢 不是那种特别寡淡的味道 有点咸味 对 下一步呢 咱们把这个牛肉 要80度的起 稍微焯一下 多长时间 在里头泡上一分钟就可以了 要开火吗 不用开火了 颜色一变就可以 变白了就可以了 为什么呀 这是啊 待会儿下一步有更大的 接下来呢 我们开始打鸡蛋 打鸡蛋 对 这个菜用鸡蛋来做 打的当中呢 我们要加一些味道 加一点盐 再加一点 料酒 去一下腥 来我们切好的洋葱碎呢 加进去 洋葱碎 对 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牛肉和洋葱 搭在一起是最营养的 对 再割一点 鸡胶粒 为了好菜 对 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牛肉打进去了 为什么我要焯水啊 刚才 因为什么呀 牛肉的表面上有成油 经过这个焯水呢 把它的油给拔出去以后 它可以充分的和蛋液融在一起 炒的时候呢 鸡蛋和肉同于分离 为了裹到一块儿结实 对 中度油温就可以了 油温到四五成熟就可以了 为什么不用大火呀 王师傅 大火呀 因为马上在鸡蛋里头水分子真干了 鸡蛋吃起来就不嫩了 就柴了 对 好 最后我们搁上一点味精 就可以了 搁上一点味精 可以出锅了 出锅 来铺在嫩草上 牛肉最健康的吃法就是选好配料 上江手法有秘籍啊 炒前牛肉需要八十度的热水浸泡 只要掌握好这几点 营养健康的牛肉菜 在家就能够轻松制作了 那我们请三位都来尝一尝 来来来来 别客气 替人发碗米饭 好吃 这个都是有粤菜的感觉 有粤菜的感觉 比较清淡 而且清香 而且颜色也好看 五叶六色的 而且那个牛肉吧 这样做出来很嫩 这道菜呢 我觉得色 香 味 行 羊 全了 五分的标准 这个菜呢 主要记住的是 几个字是什么呀 上江手法有秘籍 牛肉鲜嫩又多汁 太好了 回家就做 回家就做 这个太好了 你看我们做这个春节特别节目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容易学也容易做 但明天的节目当中 还要寻求这其他的几样食材的 非常健康的制作方式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